小米最怕什么呢? 金峰厢长说 麻雀是最难搞的动物 因为它们长得小小的 但是要偷吃小米 这些麻雀动作之快 让村里头种植小米的农民相当头痛 这个鸟就是我们俗称的麻雀 一直是我们种小米种稻子最大的敌人 它是常常来吃我们的专家 所以我们会制作了很多赶鸟的器具 我们这边抓过来 就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它 它能够理解 看看能不能了解它的生态 麻雀现行犯的罪证 早早就烙印在村民的脑海里 而这一次他们趁着小米祭的活动 他们把几只麻雀放在笼子里一下下 让游客知道他们的罪行 不过玩笑归玩笑 但这麻雀偷吃农作物的事件频传 也难怪猪人头痛 这些麻雀们在笼子里头跳来跳去 他们可不知道他们吃了小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乡长说先把他们放在这里供游客了解 逗趣的纸牌写上他们的罪行 但也只是一下下而已啦 因为待会就要放生了 不会真的就地枪决的 比较俏皮 我们特别说它是现行犯 它在偷吃小米的时候被逮到了 然后翻起来 是 暂时把他翻 当然我们不可能会杀身 只是暂时把他翻 然后告诉大家来做一个了解这样 看来这小米不只有族人爱吃 连麻雀都把它当作是主食 而不过世世代代下来 麻雀和族人们算是欢喜冤家 现在是我们赶小米对我们部落的小朋友 在甜米间 小米田间来赶小鸟 这一次在活动当中也出来亮相 只不过看来这标签上的标示 麻雀若是看得懂 就知道自己有多让人感觉到麻烦了吧 东台新闻张玉成 金风香报道